而且它本身也是有支援到120Hz螢幕更新率的 XRiPad Pro它試揚聲器 播放出灌籃高手那個主題曲的時候 聽到這種揚聲器播放出來的音樂 你肯定會感動到很想哭啊 你用到ROG Phone 5 它可以再把你的爽度提升更高一個層級 再來打原神的時候 我還是必須客觀的講一句 你拿手法在玩原神這個遊戲的時候 真的很像你在玩薩爾打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今天要來分享一個比較特別的主題 那就是如果你使用iPad Pro玩遊戲的話 到底能有多爽 那其實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玩手遊的人 所以之前才會去買ROG Phone 5來開箱 拍片給大家看嘛 就是為了要拍片之餘 還能自己留下來玩手遊享受 那再來有觀眾在我iPad Pro的開箱影片下面 詢問到關於搖桿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想到說 欸?iPad Pro理論上來講應該可以拿來爽打遊戲才對 因此才會來這部影片的誕生 所以在這部影片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這支台iPad Pro 12.9吋M1版本上面玩遊戲的心得 然後對比標榜電競手遊的ROG Phone 5 以及我最常用的iPhone 12 Pro Max 在這部影片我會做一個交互的心得分享 但是我還是要打一個前提 請大家把它當成是買iPad Pro一個額外的好處 因為iPad Pro它本來最主要的應用 還是讓你在筆記、繪畫、還是任何的工作用途上面 因為每次講到這種主題的時候 都會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欸?我要幹嘛幹嘛 我為什麼不要去買什麼什麼東西 其實就某方面來講 我是認同你的啦 但是你認真去想像 這個完全不能相比啦 因為本質上就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嘛 舉例來說最多人來講的手機拍照好了 很多人都說手機為什麼要拍照那麼強 我為什麼不要乾脆去買相機 但是你的相機有辦法通話嗎 那如果它用這個邏輯 是不是你也不需要買到現代的智慧手機了 你回頭去買3310就好了嘛 因為你手機要上網你應該買電腦啊 你要拍照你應該買相機啊 甚至你手機拿來看時間 你應該買一個時鐘喔 所以真的要比是永遠比不完的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辛苦啦 好啦那廢話不多說 我先講一個結論 用iPad Pro玩遊戲真的是一個極致的享受 跟在手機上面玩 完全不是同一個檔次啊 我們都知道iPad Pro上面有一塊很漂亮的大螢幕 不管你是買11吋還是12.9吋 那特別是這次2021M1版本的iPad Pro 12.9吋 上面更是使用到的mini LED 色彩更加的飽和鮮豔 再來就是iPad Pro整體四揚聲器播放出來的效果啊 也比你手機還要來得更加的爽快 但是呢首先你要拿iPad來玩遊戲 你必須要克服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手握起來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iPad Pro 12.9吋這麼大一台你要拿來手操手遊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甚至也不要講12.9吋啊 你拿iPad Air 4的11吋 再iPad Pro的11吋 應該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時候呢你就需要再買一隻搖桿 有沒有發現買iPad會花你更多的錢 包含這個很Magic的Magic Keyboard 那蘋果官方這座搖桿 你都可以選擇使用PS或者Xbox都可以 但是呢我覺得基本上你用了順手就可以了 或者說你家裡本來就有這些遊戲主機 因為蘋果的利益也是希望大家有一個比較好的泛用性嘛 那我個人是比較習慣握PS它的搖桿啦 所以我自己去買的是這個Dualshock 4 那以配對上來講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是中間這個PS鍵跟左上這個Share鍵 一起按著等燈閃爍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你的iPad Pro去做配對了 那解決完我們最大的缺點之後呢 當然就是要好好享受我們的遊戲嘛 首先第一個我最常玩的遊戲是灌籃高手 那在還沒有拿到iPad Pro之前呢 我還是用原本兩支主力機 iPhone 12 Pro Max跟RG Phone 5去玩遊戲的 那以灌籃高手來講呢 它在操作上面是有比較需求的 所以你使用iPhone 12 Pro Max下去玩啦 如果你玩的是集訓角色的話 會比較手忙腳亂啦 那再來大舉的位置離你的拇指是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對比起來拿iPhone去玩啦 那個操作的上限就是比較低一點 而且iPhone有一個很大的硬傷啊 就是它只有支援到60Hz的螢幕更新率而已 而灌籃高手這個遊戲最高有支援到144嘛 所以當然iPhone在玩的時候 你是沒辦法完美解放 灌籃高手所提供給你的144Hz螢幕更新率 再來還有大家在講的原神喔 其實我本身並沒有什麼在玩原神啊 但是為了這次的測試呢 我還認真的把我人物練了一下 以iPhone 12 Pro Max來講 雖然玩起來都還算是OK的 但是你如果玩久 它本身還是會容易發燙 而且也會耗電嘛 所以勢必你還是只能犧牲到30fps 那個爽度呢真的沒有很夠啦 不過我們客人來講iPhone還是有它很厲害的地方喔 因為它就搭載了全新5nm製程的A14晶片嘛 所以它跑起來的穩定度都還是有夠的 只是那個爽度沒有辦法到很極致而已 所以呢你用到ROG Phone 5喔 它可以再把你的爽度提升更高一個層級 首先ROG Phone 5它是有支援到144Hz的 所以它也完美支援灌籃高手所提供給你的最大上限值 當你開啟這種高更新率的時候啊 畫面的順暢力延遲力都比iPhone 12 Pro Max還要來得更爽 特別是灌籃高手是這種很即時的操作遊戲喔 所以在畫面更順暢的情況下呢 用理論來講你的實力也會更高提升一層級嘛 特別是ROG內建的這個AeroActive散熱風扇 它是有多提供兩個按鍵的 記不記得剛才講到了開大學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拿ROG Phone 在玩灌籃高手的玩家喔 你是比其他人還要多兩個按鍵以上的 這一點在你玩一些集訓角色的時候會非常的放大喔 你就代表你的實力更可以提高一層級嘛 但是ROG Phone 5也不是沒有缺點的 因為它裝的就是高通火龍888處理器嘛 在144Hz還有畫質其次全開的情況下 我在玩灌籃高手大概玩個七八場 我就需要休息了 因為手機真的會變得蠻燙的 大致上需要休息個五到十分鐘才能繼續下去玩喔 所以正好ROG Phone 5玩灌籃高手的時候 我會把畫質犧牲一點點 然後只開到120Hz螢幕更新率 這個時候就可以穩穩的給它玩下去 因為其實120對比144的差異 並不像60對比120那麼來的大喔 120跟144的差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細微 基本上算是肉眼看不太出來啦 所以其實很多支援到120Hz螢幕更新率的手機 就算非常非常足夠了 那再來如果你玩的是原神 一樣你會遇到有點過熱的問題喔 雖然ROG Phone 5它還是可以爽玩原神的 但是說真的玩個一個小時左右 它還是本身會發燙啊 如果你真的還是很想要玩好幾個小時 長久穩定的給它玩下去 你可能還是需要犧牲到30fps才有辦法 但是我覺得ROG Phone 5還是有對得起它電競手機這個名號喔 因為它整體不管是玩冠高手還是玩原神 那個爽度真的是比iPhone來的高啦 所以在兩大陣營的旗艦核心手機都需要犧牲效能 去玩手遊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M1等級的iPad Pro就充分的大大體現它的優點 大家都說M1丟在iPad Pro上面有點效能過剩 但是我覺得並不一定是這樣喔 因為在你深度的繪畫、剪輯甚至編曲的時候 你還是會需要用到效能的 那可能你會問如果你沒有上述工作怎麼辦 所以就把它拿來超手遊啊 第一個你在用iPad Pro玩冠狼高手的時候 你可以享受到它完美極致的畫面 而且它本身也是有支援到120Hz螢幕更新率的 這就非常非常的足夠又順暢喔 在iPad Pro它飼養聲器播放出冠狼高手那個主題曲的時候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冠狼高手的動畫迷喔 聽到這種揚聲器播放出來的音樂 你肯定會感動到很想哭啊 而且當你有搖桿在手的時候 那個玩起來的爽度又更不同喔 雖然說在初期操作你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啦 但是打久了之後真的那個享受程度跟你用手機玩是完全不一樣的程度 按鍵的操作也比手出的上限度來得更高 再來打原神的時候 我還是必須客觀的講一句 你拿手把在玩原神這個遊戲的時候 真的很像你在玩薩爾達 所以其實追根究底 為什麼主機端的遊戲還是有那麼好玩的吸引力 我覺得還是跟手把是有關係的 因為你拿手把在操作遊戲就是爽度不一樣嘛 那你用手把可以享受另外一個不同遊戲層級就是蘋果所推出的Apple Arcade 在過去基本上我是不太用手機去玩Apple Arcade的遊戲的 因為我覺得玩起來很像是桌機的遊戲 你用手機玩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感受 但是這個情況在我買的iPad Pro 跟我拿搖桿在玩遊戲的時候大大的不同喔 我現在是會很主動的去搜尋Apple Arcade上面 到底有哪些支援手把的遊戲 當你在拿手把在玩的時候呢 真的就回到過去在玩主機遊戲那種享受程度喔 當然你也可以說拿手把去接手機玩遊戲啦 但是呢那個爽度絕對跟iPad還是差的非常多喔 所以我真的會很推薦你 如果你有買iPad的話 不管你是買iPad Pro 甚至買iPad Air 都可以拿一個手把去玩遊戲體驗看看 那個感受呢真的是天差地遠 而且更不要講你現在你買新的iPad 蘋果有送你Apple Arcade體驗三個月嘛 所以如果你有買iPad的人呢 真的去好好體驗一下用iPad玩遊戲起來的爽感啦 那如果你真的有確定想要拿iPad去玩遊戲呢 你肯定需要一個好的保護殼去支援你的iPad 這時候呢就要感謝我們的贊助廠商 這次廠商是寄給我兩款不同的iPad保護殼喔 一個是Pelican Diplo的Mod外交官 另外一個呢是STM的Rocket Case 其實你這兩款來講 標榜就是軍用等級的防護力喔 我們首先先從Pelican的款式看起好了 我必須講喔 Pelican真的就是軍用等級的帥啊 開店的功能基本上都有 包括Apple Pencil的充電收納槽啊 智能喚醒 還有提供不同的觀看角度 特別是它的賣點是它後面這個很強很強的吸力啊 你甚至是可以直接把它丟在冰箱上面吸住的 你完全不用擔心掉落的問題 因為它吸力真的很夠喔 還有它整體封蓋起來的磁吸力也非常非常的足夠 再加上它外型真的是很帥喔 我覺得真的會蠻適合大男孩去使用的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酷酷的女生呢 也沒有任何的問題嘛 再來我們看到是STM的Rocket Plus款式 我必須客觀來講 我覺得兩個呢 風格都算是蠻接近的 當然我們從基本面上去看喔 Apple Pencil的收納充電啊 整個磁吸的感覺 揚聲器的開口 還有智能喚醒這些功能 對於這兩個品牌來講 也都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STM這個款式 我個人覺得兩個點比較吸引我啦 第一個呢 他們是有標榜基本防潑水的 因為我們的iPad很有可能常常放在桌上嘛 如果這時候我們的飲料啊 還是水不小心潑灑在上面的話 你是完全不會覺得心痛的喔 再來就是它的折疊方式 非常非常的特別 它並不是靠傳統那種 折起來三角形的形狀去支撐 它是靠著它中間中段這個磁吸力 去把你的iPad整個槓桿頂起來喔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啦 而且給人的穩定性呢 我覺得也有比較安全感 更不要講它的外型 真的跟Peliton一樣都非常的帥 而且呢 這兩款也都是標榜有軍規防摔的等級喔 因為客觀來講 iPad雖然摔下去的機率 並不像手機那麼高嘛 我們多半都會把它好好的拿住 甚至把它放在桌上的 但是呢 保險跟意外總是會出其不一的發生嘛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你的iPad真的會有不小心摔下去的一天 那這兩個品牌 絕對是你不可以錯過的iPad保護殼品牌啦 那觀眾連結我就放在下面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再次去看看吧 那最後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啦 你有買iPad嗎 你買的是iPad Pro還是iPad Air呢 那你買iPad最常使用的用途是什麼 你會不會好好認真地把它拿來玩手遊呢 都歡迎在這裡下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囉 那最後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 分享 訂閱和開關的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開心 以及新消息影片的上篇通知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